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要 我們現在打風花葉的復刻地獄集 這張卡的話可以稍微練一下 他在某些場合很有用 就例如說你遇到要消二十火啊 二十星啊這種 就會派上用場齁 好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某一次結束合作的一趴大獎 版田銀石來通關 然後附隊的話我們就一樣選銀石就好 龍科幫我帶上自己的武裝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沒看清楚的地方可以按暫停稍微看一下齁 來 第一關 好 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定村去無視拼圖 然後五步內送給他就好了 好 來 帶走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來 第二關這邊手消指定期 我們一樣 五步內 萬事屋就可以無視掉了齁 啊記得停在火焰地上面 好 來 第三關一樣 五步內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手消泉水 那這邊還有一個手消多種減傷 我們開銀石 然後選神樂版面 好 記得要選神樂版面齁 不然你選其他的 可能會被減傷太多啦 除非你選那個什麼 銀石版面 可是銀石版面你可能要稍微動一下 才有辦法去手消全部的水齁 好 來 接著這邊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 中間的是反手消水 你就讓旁邊兩隻炸掉 好 都炸了之後呢 我們開心吧 啊不要再點到水屬成員的直行就可以了齁 啊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 好 來 這邊帶走喔 沒有問題喔 好 萬事物有點多 所以追打比較久一點點 好 來 接著來到王一 王一就是不要去手消火就好 這邊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喔 這邊稍微講一下下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開銀石 然後選那個星巴版面 好 這邊的話因為著熱地也是蠻多格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直接 把一組水喔 從這邊來拉過來 這樣子就好了 好啦 這邊的話就有板田銀石通關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會 掰撲